同学们,现在我们开始考第三个扫抄 是出血意外怎么去服务 然后一共是12分钟 所以在6分钟的时候呢 它就会提醒你 它会跟你说有MASTA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我愿做第一步 先消毒 然后清洁 再来擦拭盘面 把垃圾扔掉 消毒双手 给拿出来 然后拿上来 放好 就开始把东西摆好 扫套 这个袋一定要打开 折起来 放那个雪月的垃圾袋 然后 棉花 棉球 酒精 如果你不用先不用的话 一定要盖上 会扣分的哦 把这个袋放台面上 让它帮你清洁 好 那么我们现在假装 那么我们现在假装 它这里出血了 那我们怎么开始操作呢 你把东西全部放好之后呢 就消毒双手 戴小套 消毒双手 戴小套 消毒双手 戴小套 拿出棉球 袋子盖上 按压止血 一般15秒钟 12345 好 扔回生物袋 这时候 拿酒精 这个时候呢 再拿棉球 消毒 盖上 用酒精 然后再盖上 消毒 一次 两次 消毒完之后 也把它扔回 垃圾袋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 这时候呢 我们已经消完毒了 我们就开始 吃血贴 拿住 黑色的地方 再 然后 手套 尽量 不要碰到 你刚才消毒的地方 把它贴好 把它贴好 按一下 然后开始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 清洁你的台面了 清洁台面之前 一定记得 要把手套 从内侧 把它整个差不多 就不会接触到 其他手套的地方 就会开始 也把它扔回 这个生物危害袋 然后 全部拉紧 两层全部盖紧 然后就把垃圾 全部清洁完 清洁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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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垃圆全部扔到垃圾 然后 这个袋就放这里 那我们已经 把垃圾 我们把垃圾扔完之后呢 就把这个头膜 你一下 然后就 开始 清洁台面 然后把垃圾扔掉 消毒双手 然后举手 说已经完成了 这次的烤光 也是过来看一下 你操作的是哪个操作 再确认一下 你贴的位置啊 操作的好不好啊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了